就我来杭州第一套房就是他租的 我觉得这人还是相对比较靠谱的 小时说来杭州工作好几年了 之前租的房子都是中介福老板帮他找的 没出过问题 去年10月份他想换房子 福老板推荐了杭州滨江区中营康康谷的一间公寓 他觉得不错就签了合同 合同显示出租人是福老板 证件一览有个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租期是去年10月份到今年10月份 每月租金4700块钱压一付六 小时说前段时间已经把下半年的房租给付了 等于七八个月的租金加上押金 还有三四万在福老板这里 我是这周三的时候 楼下的酒店他就平常我们的物业嘛 他跟我说中介已经拖欠他好几天的房费了 说如果我们不尽快联系到他 让他去结清的话 我们明天就要被清除出去 小时说在这间公寓里 住了四个多月 之前并不知道福老板是跟楼下的爱莱克公寓酒店租的 更不知道福老板是如何付钱的 他才告诉我 其实这个中介是给我们的价钱比较低 但是时间比较长 但是他在那个酒店那边 其实是按日租的形式 每天在美团或者携程上订房 300块钱一天 如果这么算的话 小时每个月租金4700 而福老板每个月要给酒店9000元 反而要倒贴4000多 小时说自己入住以来 只在大楼物业登记过一次身份信息 房间密码也没人来更换 房间内卫生也没人来打扫过 所以这么长时间以来 他都没意识到住的是酒店的日租房 酒店工作人员和他的聊天记录显示 福老板已经四天没有付房费了 他从酒店拿了两套房子 目前两套都是即将清场退房 那么酒店对于福老板转租一事是否知情呢 物业和这家酒店共用一个前台 酒店前台不在 小时根据另一名房客提供的电话 联系上了酒店负责人 不租给她是她又不今天又不交房费了 就是一开始我们不知道是这个女孩子在住 就是那个新妇的那个人 她是通过每团学生来在我们酒店订的房间 一天一天在订的 321天我们也是昨天在看到那个活动 直到前几天她都没打了嘛 我们一直也在催 你们酒店之前从来不知道 她当时说她订房间是给她朋友订的房间 密码的话 她之前自己改了密码的 我们是每天有阿姨打扫 还有一个就是有床的有被套的 她说她要用她自己的步槽 然后又不需要我们打扫了 酒店负责人表示 她也在尽力联系福老板 希望三方能协商出一个结果 记者搜索后发现 杭州爱宇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和合同中的社会信用代码一致 法人代表是福老板 根据平台显示的地址 这家公司位于杭州滨江区 新郡大厦一状1609 找到这里敲门无人应答 小时微信电话联系上了福老板 记者后来再次拨打福老板电话 对方已经关机 小时说目前他已经报警 正在和酒店方面协商 是否能续住一段时间 1218黄金眼基础报道 福老板高价订酒店日租房 又低价出租 看起来是赔本买卖 不过一年的租金已经收好了 加上押金有足足6万多 这一点倒是可以仔细评一评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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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